根据民政局的数据显示 从2002年开始离婚率持续上升 而80%到90%的离婚原因 是夫妻生活不和谐 为什么很相爱不作爱 为什么他跟你不行 在外面跟别人可如意得水 结合心理学的相关研究 以及我们过去的咨询案例 我们就会发现 排除生理技能的问题 夫妻生活不和谐 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用性来惩罚办理 比如拒绝过夫妻生活 因为你平时做的事情 让我不满意了 我对你有意见了 所以故意不满意你 这是比较明显的一种 但还有一种隐秘的惩罚 就是虽然我对你不满 但我没办法直接表达 所以我就让自己失去了性能力 从而对你表达不满 就像之前我有一个客户 他生意做得很大 老公在公司帮他打下手 经济上是完全没有话语权的 后来他老公输轨了 回归之后每次夫妻生活 他老公会当着他的面 吃蓝色小药玩 吃完以后都还是没那么行 其实这个男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进行被动攻击 隐秘地告诉另一半 你很差劲 我对你提不起兴趣 但我又不敢直接地 跟你有正面冲突 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 伤敌八百 自损一千 那第二是俄地普斯情节 很多人找到另一半 其实往往就是父母的一个影子 我有一个男性来访者 他说他很爱自己的妻子 两人婚前性生活 其实挺和谐的 但婚后他就很难跟妻子 进行夫妻生活了 然后他又出轨了 一边对妻子有很强的愧疚感 一面要控制不住的多次的PC 他说他跟外面的女人都很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妻子不行 后来在咨询当中 我们不断地去挖掘就发现 他早年丧父 妈妈一个人把他和弟弟妹妹拉扯大 对他要求很高也很严苛 后来他找了妻子 跟他妈妈性格很像 也是那种很严肃很认真 最后呢 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这种性格让他觉得很熟悉很温暖 但是两个人结婚之后呢 女朋友的身份变成妻子之后 他潜意识里就会把对母亲的那种 敬畏尊重恐惧 投射到了妻子身上 然后不敢亵渎 身体又跟着十分抗拒 觉得夫妻生活不道德会被惩罚 那第三 没有能量进行夫妻生活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经说过 利比多是有限的 如果一个人把利比多用在一个人 或者一件事情上多了一些 那用在另一个人 或者另一件事情上的 分量就会减少一些 所以如果他的欲望都给了别人 自然就给不了伴侣 还有如果夫妻俩都把欲望 放在了工作生活的重压上 自然也没有能量进行夫妻生活 所以先找到无性的症结所在 如果你们现在就在经历这种痛苦 但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那就一定要通过专业的咨询师 专业的方法 帮你们一起找到 合适你们的解决方案 感谢您的解决方案